难道多看些英文书法 就能令你的英文突飞猛进造译高深了 简直胡扯 Hi 大家好 我是大叔 最近有非常多的马来西亚朋友 要大叔聊一下 冠临马来西亚教育部 从2020新学年开始 要划小四年级的学生 学习扰一文的事 这让大叔想起很多不相干的往事 几乎每一个大叔的视频下方 都有几个关于语言的建议 有时大陆的朋友会指证大叔的普通话音 有时马来西亚的朋友会要大叔说点 马来西亚式华语 甚至还有台湾的朋友 要大叔将这个和字读成汉 因为这样听起来比较舒服点 我想借这个机会 先和各位分享一些大叔学习汉语的过程 还有马来西亚的华人 在坚持母语教育这件事情上面 有多么的不容易 首先大家都知道 除了大中华区之外 全世界也只有一个国家 拥有国立中文教育 也就是由政府直接提供 为父的学校 然后由政府培养的中文师资 编撰的中文教材 设立的中文考试局 养活教职员 教职员 校工 保安 园 丁文员 这种学校 在马来西亚叫做国民型华文学校 全马来西亚一共有1298家 除了英语和马来西亚国语两门课之外 其他所有的学科 余律是以中文教学的 除了中国和马来西亚之外 没有啦 群球都找不到了 至于在一个非华人国家里 要做到这一点到底有多么困难 大叔今天就不多说了 改天会专门做几节 也会邀请一些老前辈 或者一些小前辈 一起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这段不一般的坚持 所以请两岸三地的朋友 别将我马来西亚华人和其他国家的华人做比较 因为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为什么呢 因为马来西亚华人 从面对极端种族主义 殖民地政府的民间抗争 到后来通过执政手段 坚持中华文化 学习中文华语 而不是这几年的事 目的当然更不是趁中国崛起的好处 想沾个边什么的 而是一种传承了几百年的信仰 这里顺便插播一下 有几位大陆的小朋友问大叔说 为什么你们马来西亚把普通话叫做华语呢 我就跟他解释说 这世界上没有一个语系叫普通话的 中华民国将汉语定作国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平等对待56个种族 将汉语定作一般沟通的共同语言 所以才定调为普通话 那我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人 国家语言是马来语 那汉语当然不能叫做国语 那汉语一般也只有中华民族在用 也不是普通话 所以这中文是文字 叫中语又特别别扭 叫汉语嘛 大叔有个很尊敬的中学中文老师 姓胡 是蒙古族 那马来西亚有位非常出色的教育家 叫永乐多斯 是回族 他们在种族栏里写的 可都是中华民族 Chinese 但他们可都不是汉族啊 那Chinese叫翻译成汉语 对他们公平不? 当然不公平啊 所以我们就使用华语 因为这也才能真正体现 一个中华民族共有的语言 是56个民族共有的历史资产 不只是普通话那么简单 而且华语这两个字啊 成型的不知道比普通话早上几百年 中国政府啊 还真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只不过我看也不怎么需要改了 因为中华民族只要继续自强 早晚华语便能成为世界共用的普通话了对不? 我们说回来 马来西亚的前身不是殖民地 因为从英国人手中独立出来的那个 叫做马来亚联合邦 那马来亚联合邦呢 在1957年独立建国 提这个干嘛 那因为是这样子 大叔的大哥哈 1951年在马来亚半岛出世 那1957年呢 在马来亚联合邦读历史哈 他刚好上小学一年级 而当时他上的呢 已经是一所全程与汉语教学 那使用中文课本的华文小学了 很特别吗 小时候哈 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嘛 但长大些哈 读了这个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建国史之后才发现了 那可一点都不简单 等大叔自己到过中国四处游荡之后才知道 那还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因为中国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啊 都还有许多小学 用着当地的方言在教书啊 而现在所谓的普通话哈 早在1957年已经在马来亚教育部编制下哈 被统一使用的教学没介语啊 中华民族语言统一哈 独立后的马来亚政府啊 做得可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还要认真了 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哈 这个马来亚还没独立之前哈 这个南来的这中国人就已经知道了 这个语文的统一啊 对这团结族曲的重要性 那这马来西亚的华人来自这个福建潮山广东 广西海南客家总是五湖四海各地的底层贫苦人家 这华人有句老话叫做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啊 所以开始时大家各自办学哈 那合力创办了各种方言教学的这个私俗学校 那后来因为各种的原因啊也纷纷的就和平了 这和平了之后呢 这个语言总不能继续用方言啊 因为大家的方言都不一样啊 于是便开始应用汉语教学 当时啊虽然这个学术人才溃乏 但马来西亚华人可从来都没放弃过 这个1957年啊 联合国啊就正式换了代表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就取代了中华民国 那第二年呢大叔就来到地球了 1974年这5月31日的时候啊 这马来西亚就正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那四年之后大叔上小学死 用的还是繁体 学的呢还是注音符号 那1981年啊 这个大叔上小学三年级 也就是马来西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五年半之后啊 那第一份简体教材啊 才算是编撰完成 那大叔成了第一批的这个白老鼠 这新教材啊 停止了注音符号的教学 那改用这个汉语拼音 问题是哈 当时这个全校啊 就只有一个老师懂得些微的汉语拼音 当初的注音符号是二年级的教材 那大叔只学过那几个月 就没得学了 那连考试都还没考过呢 但这个汉语拼音实在太缺乏老师了 所以学校基本上是放弃了大班 只能从这个一年级开始交起 现在马来西亚的这个 华门小学的教程规定 小学生在毕业之前 就必须学习2800个汉字 而在当时的标准是2000个字 所以大叔到今天都还搞不懂 在没有注音符号 也没有汉语拼音的辅助的情况之下 是怎么硬生生记下那所有的 2000个象形文字的发音的 大叔这一代的马来西亚人 一直到念完中学都没学过汉语拼音 真是辛苦了伟大的老师们 在这样的环境下 竟然还能把我们的华语都给交懂了 这不简单 1987年学校开始教电脑了 大叔刚好就是第一批接触电脑的中学生 中文电脑当时才发展不久 还没有所谓的unicorn 而且因为这个政治的关系 中文电脑基本上就分成露台两派 台派用的内码是大五码 也就是big5 陆派用的内码是国标码 就是gb 所以这个精卫分明 双方根本是完全谈不上话的 代表台派的系统 有一个叫倚天 一个叫国桥 用的输入法 除了注音输入法之外 最流行的叫做苍结输入法 大叔虽然是个数码控 但实在看不懂 注音符号 也只好学苍结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大义 因为学校里教的 考的都是苍结输入法 而大义是当时唯一一个 有多字联想功能的输入法 打起来是坏的很多 只不过老师也只懂苍结输入法 而且还是翻着书本在教的那种 所以大家也就只好学苍结了 大叔算是异类 所以直到今天大叔在输入繁体时 习惯性用的还是大义输入法 用了三十几年的也改不了 当时路派的开发概念和台派是比较不同的 直接就从作业系统上面下手 对于没有硬盘就是Handis 单靠磁碟和内存小的可怜的系统来说 是非常非常负担的 路派比较流行的输入法是无比拼音 系统应用的实用性也实在不高 只不过屏幕上用的是24矩阵的简体字 比台派的16乘15点的繁体字好看的实在太多了 只不过学校里是不教的 大叔也只好到外边的电脑公司 免费给人家兼职 顺便偷练一点 其实大叔的汉语拼音 就是在那个时候硬生生自修回来的 因为那时汉语拼音的输入法 没有联想功能 只能够一个字一个字按规矩爬着打 拼错了音是打不出字来的 对一个没学过汉语拼音的人来说 简直难用死了 而且学了对着考试成绩 一点屁用都没有 因为学校里都没教 况且都已经上了高中了 当然也就不会考汉语拼 这么简单的东西了 讲了这么多 到底大叔想说的又是什么呢? 嗯,是为了讲述二战之后 国共还在内斗、内战、内耗 一边忙着文化大革命 一边忙着白色恐怖 还有一个小地方更糟糕 在忙着搞武艺探长 而马来西亚正忙着替 汉日、汉语搞标准化、普及化 传承语言文字吗? 当然不是了 虽然那都是事实了 但大叔做这一集 除了给小朋友们懂一些 当年电脑发展的小巫师 那大叔今天真正要说的是 这华文教育之所以能在两岸三地之外 坚强地发芽成长 是因为马来西亚华人坚持了一些信念 包括我们虽然愿意学习各种各样的语文 但我们专注 我们学的英文 不是美式英文 是纯英国的英文 我们学的中文 不是香港的粤语 是真正源自中国大陆的中文 而我们学的马来文 是在马来半岛的马来文 那问题来了 现在马来西亚的网络上 就出现很多有背景的美女洗脑机 拼命在脸书、乳馆上面 啊不先 扰鱼文就是最正宗的马来文 所以我们也应该学习马来文才对呀 等等这种似是而非的催眠 大叔真不想说那些太过苛责的话 但这么粗鲁定义 目的到底是在为了什么哭露呢 这是件对历史、对民族 都极度不负责任的行为 因为我们可以非常确认的是 马来语本来就没有一种绝对独创 然后被广泛通行的文字体系 但因为文化及政治势力的交替 却有多种汇集成系统的文字形态 而由阿拉伯文字衍生出来的 只不过是其中一种沿用的比较久的马来文字 其实早在公元七世纪 印度文明入住东南亚之后 都为了方便商业、宗教和政治沟通 印度商人并已经借用当时流行于南亚的帕拉瓦文字 帮老挖人整理了一套马来文 叫做卡维文 卡维文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还挺好看的吧 卡维文在东南亚地区 整整就流行了将近要到800年的时间 一直到14世纪的时候 习惯政教、商法一体的伊斯兰文明入侵东南亚之后 为了有效的切断印度的文化和宗教起代 马来语才被穆斯林宗教师 以阿拉伯字母另编了一套 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枣仪文 这个所谓的枣仪文 基本上就是翻超了所有的阿拉伯字母 虽然间装台夹叉了几个衍生制服 但整体的发音却是一致共通的 然后到了1511年 葡萄牙占领了马流甲 葡萄牙基本上没什么去管马来文字的事 总之殖民地下 人人都得用葡萄牙文 都得说葡萄牙话就是了 于是这个饶仪文 就这么在马来族行当中 就流行了将近要到200多年 其实这段期间 在苏门达拉还出现过一种 算是真正原创的马来文字 叫做Ranchon 只不过商业价值不如拉丁日母的马来文 宗教价值又不如阿拉伯日母的马来文 所以也只能在苏门达拉南部 小范围内就流行了很短的时间 完全不整气候 一直到1641年的时候 这荷兰人就联合了这个 苏佛王国 马下了马六甲 那便将他们16世纪初 就在这个饶哇修订的这个 和式拉丁字母马来文 给带到了马来半岛来 和这个阿拉伯日母的这个马来文 又共处了200多年 一直到19世纪的时候 这英国殖民马来半岛之后 再将阿拉伯字母马来文 和和式拉丁字母马来文 给重新修订成了 这个英式拉丁字母马来文 也就是原谅到现在的Rumi马来文 时间有限 我上面所说的 都是剔除了很多细节的描述 还有很多历史典故 实在没时间 在这么短的时间 给大家一一交代清楚 大叔虽然只是个好奇 又爱好历史 又好管闲事的大叔 不是什么语言学家 也不是什么历史学家 但这之间的关系 还是非常明确的 总之 简单将找一文 定义成独一正统的马来文 是非常不可取的一大误导 拜托政客们 拜托们 真别来混淆视听了 更别再让洗脑团 出来忽悠了 在马来西亚独立之处 拉丁日母马来文 已经名正言顺成为马来西亚的正统国文了 并在马来西亚独立后 被各族普遍接受为马来西亚的正式官方文字了 也是这个学校里 教授学习考试的标准 更站稳了他的这个国文的地位 如今这个刚刚上任一年的新政府 却急不急待的要将这个宗教用途的阿拉伯字母 硬深深的加插到这个华文小学的必修课 挤压原本就不太充沛的这个国语课 他的用意难道真的是为了提升华人的国文水平和鉴赏能力 要知道这马来文可不是象形文字 无论是拉丁日母或是阿拉伯字母的马来文 目的也都只是为了记录发音而产生的 试问一下 有哪个国家的英文课 会因为要你更好的读懂英文 而强迫你学习欣赏英文书法的 人都多看些英文书法 就能令你的英文突飞猛进造译高深了 简直胡扯吧 还听不懂 这么说吧 如果你今天想要更好的在欧洲推展这个汉语的话 那请问你会要他们在学习这个汉语拼音的过程中 强制他们学会欣赏注英符号的书法吗 扯不扯 事实上阿拉伯字母在马来西亚 甚至整个东南亚7.4亿人口当中 都不是日常通用的文字 一般也只有这个马来语系的这个伊斯兰国家 用在这个宗教经典文献上比较多 尤其是用来诵经 问题是很多马来穆斯林在诵经时 虽然能流畅的念出经文 但要真正研读内容的时候 却还是得翻看马来文翻译版的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那举个历史哈 就像大叔也读得懂这个 所有的评假名片假名 但你要是叫大叔帮你解释一下 日本妹子写给你的日文情书 所以一般非马来人的马来西亚人 即便是博士后 也不会浪费时间去学习缴语文的 因为实在毫无价值 如果真要让孩子多学习一种语文的话 那大叔情愿让孩子学习印地语吧 至少改天到印度这个超级人口大国发展的时候 多少还能看得懂菜单对国 问题是印度有菜单的垫底 用的还都是英文 所以也基本免学了 现在马来西亚政府爆出这么一个 如此倒行逆势的做法 难道你真没感到几分错愕吗? 极端政客这么满干 难道是为了方便童话 方便传教 还是方便文化侵吞 或是三样都挺方便的 只要你不怎么感觉到痛苦 那下一口 得要咬得多大一口才甘心啊 温水煮蛙不知疼啊 从简单的字母辨识开始 再逐步阐识其他教育内容 当然也就不会太远了 懂了吗? 马来西亚的同胞们 身为马来西亚人 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因为这原本就是一片 值得我们骄傲的土地 那马来西亚之所以伟大 就在于他的存异求同 包容病序 各族间的和平共处 腹部侵犯彼此尊重 踩过界限破坏平衡的人 为宪法所不容 您认为在这个民族命运转折点上 你是该开身呢? 还是装聋作养? 难道要学那些为了小小宽慰 就毫无廉耻心的颠倒是非 将民族推向深约的政客吗? 同胞们 好好想想吧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吧 原本录了四十几个城市 暂停赴台自由行的视频 但实在没时间剪辑了 真上不了了 下次我们再聊点别的 还没点亮小铃铛的 快走啦 拜拜